根據《每日電商報》報導 五個大樓發言人週二在新聞發布會表示 可以確認北朝鮮已經對聯合國司令部作出了回應 但卻未得知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23歲的美國二等兵金恩 在7月18日參觀完分隔北朝鮮 和韓國兩國的共同警備區時 越過北朝鮮邊境 最後被北朝鮮拘留 在上週的簡報會 金恩所屬的部隊副司令表示 聯合國軍司令部和北朝鮮人民軍之間已經開始對話 美方最關心的是二等兵金恩的福祉 他證實關於金恩的談判 是根據1950至1953年韓戰停戰協定的規則開始的 他表示持樂觀態度 但是因為會談的敏感性 他拒絕提供會談細節 美方指 他們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和複雜的局面 並不會冒險進行猜測 或進行過多詳細講明 金恩在2021年1月 加入美國陸軍 曾經在韓國輪換部隊 擔任騎兵偵察兵 在韓國期間 他因毀壞警車 而面臨指控 和3,097英鎊的罰款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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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